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干预的加强 社会保障的建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大萧条的阴影 经济危机的爆发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20世纪30年代 探讨一个让人既心惊胆战又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时期 大萧条 想象一下 你刚刚买了一辆崭新的福特T型车 准备开着它去兜风 结果发现银行倒闭了 你的存款也随之蒸发 这就是大萧条的开端 大萧条的阴影 笼罩在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 那一天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突然暴跌 投资者们像是看到了鬼一样 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 接下来的几天 市场继续崩溃 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你可以想象一下 股票市场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拔河比赛 突然间绳子断了 所有人都摔了个四脚朝天 这场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股市的崩溃 它迅速蔓延到银行业 制造业和农业 银行倒闭 储户的存款化为乌有 工厂关闭 工人失业 农产品价格暴跌 农民破产 整个社会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所有的财富和希望都被吸走了 在这段时间里 美国的失业率飙升到25% 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去了工作 人们排着长队领取救济食品 甚至有人为了生存 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家当 你可以想象一下 原本穿着西装革履的银行家 现在可能在街头卖苹果 这种反差实在是令人唏嘘 不过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反转 1933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 他推出了一系列被称为新政的经济政策 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来恢复经济 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广播节目 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 他用温暖的声音和幽默的语言 安抚了无数焦虑的心灵 罗斯福的政策包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实施公共工程项目 改革金融体系等等 这些措施虽然不能立刻让经济复苏 但逐渐恢复了人们的信心 就像是一个跌倒在地的人慢慢地站了起来 拍拍身上的灰尘 继续前行 大萧条的阴影虽然深重 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智慧 他提醒我们 经济危机虽然可怕 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勇敢面对 总能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 好了 今天的历史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能从中找到一些生活的智慧 记住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要保持乐观和幽默 因为笑声是最好的解药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发展过程 罗斯福新政 经济复苏的尝试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罗斯福新政 这可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罗斯福新政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调整 更是一次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变革 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到20世纪30年代 看看这段充满戏剧性和创新精神的历史 首先 背景介绍一下 1929年 美国股市崩盘 随之而来的是大萧条 失业率飙升 银行倒闭 整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 1933年 富兰克林 德拉诺 罗斯福 FDR 上台 他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崩溃的国家 罗斯福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政 New Deal 新政的核心理念是 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 帮助那些受困的民众 罗斯福的团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项目 试图重振经济 这里有几个有趣的故事和政策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时的创新和挑战 首先是百日新政 First Hundred Days 罗斯福上任后的头100天里 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速度之快 令人折舌 罗斯福就像是一个魔术师 不断从帽子里变出新政策 比如紧急银行法案 Emergency Banking Act 通过这个法案 政府可以关闭那些不稳定的银行 进行审查和重组 这个法案的通过 让公众对银行系统重新建立了信心 接下来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 旨在通过建设水坝和发电站来开发田纳西河流域 这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还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 可以说 TVA是新政中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公共工程管理局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PWA 这个机构负责大型公共工程项目 比如修建桥梁 学校和医院 PWA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 还改善了国家的基础设施 你能想象吗 在那个时候 政府雇佣了成千上万的艺术家来美化公共建筑 甚至还资助了剧院和音乐会 可以说 罗斯福的新政不仅是经济复苏的尝试 也是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 新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罗斯福的政策遭到了不少反对 尤其是来自保守派和大企业的反对 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太多 侵犯了自由市场的原则 最高法院也曾多次推翻新政的部分法案 罗斯福甚至一度试图通过增加最高法院法官人数来绕过这些阻碍 虽然最终未能成功 但也显示了他对新政的坚定信念 总的来说 罗斯福新政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虽然并非所有政策都取得了成功 但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萧条的影响 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 新政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角色的看法 政府从此被视为可以也应该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力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罗斯福新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下次我们再聊聊其他有趣的历史话题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政府干预的加强 社会保障的建立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严肃又有趣的话题 政府干预的加强和社会保障的建立 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 但其实背后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影响 首先我们得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村庄 村民们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 村里来了一个叫做政府的家伙 他说 大家好 我是来帮你们的 村民们一开始有点疑惑 但很快就发现 这个政府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 政府首先建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保障的东西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你生病了 失业了 或者年纪大了 政府会给你一些帮助 村民们一开始觉得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但很快他们发现 这个馅饼其实是大家一起做的 每个人都要交一点税 这些钱就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听起来很美好 对吧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 政府发现 有些人开始赖在社会保障上 不愿意再努力工作 于是 政府不得不加强干预 制定更多的规则和政策 确保大家都在公平的贡献和受益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政府干预到底是好是坏 在某些情况下 政府干预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比如在经济危机时提供救济 或者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进行防控 但另一方面 过度的干预也可能导致效率低下 甚至滋生腐败 举个例子 20世纪初的美国大萧条时期 政府通过新政大规模干预经济 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 但也引发了关于政府角色的长期争论 有人认为 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 可以保护弱势群体 但也有人认为过度干预会限制个人自由和市场活力 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例子 现代社会中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 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税收也相对较高 相反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较弱 但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所以 政府干预和社会保障的建立 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意外的打击 但也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责任 就像那个小村庄的故事一样 大家一起做馅饼 才能让每个人都吃得饱 最后 用一句幽默的话来总结 政府干预和社会保障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 既要管好家里的大小事物 又不能太过牢道 否则孩子们会觉得家长太烦了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小故事 对政府干预和社会保障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谢谢大家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不仅学到了 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历史知识 还能从中找到一些生活的智慧 无论是面对经济危机 还是思考政府干预的优劣 我们都要记住 在困难面前 乐观和幽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提出你的问题和观点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愉� Theo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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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